Hello,大家好,我是飞飞 今天的视频特别的不一般 我不卷我的空气流海 像我这个发型就这样弄下来 这一看就是标准的中年大妈的一个造型 真实的缺点都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155的身高,体重94到96 是已经算微胖了 所有的肥胖点都集中在这儿 就是妈妈臀和这个腹部 还有些宽,就是有假胯宽 如果一穿裤子穿短小的上衣 就会暴露了缺点 那穿裤子的话也以黑色为主 这个从我身边经过的这个人 你要出去玩耍了吗 出去替你赞耐心 穿衣服好不好看 就是这个腰身是有起很大的作用的 因为生完孩子比较松弛 所以飞飞常年有一个秘诀 飞飞常年其实是穿媒体衣的 就有一个黑色,有一个白色 是没有那个鱼骨线的 它就是腹部能够把它收紧 控制一下食料 对很多粉丝和我一样都属于小个子 那我的穿搭和衣品 他们就觉得跟他们很类似 老是问我要链接 但是我其实特别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 我有很多衣服其实都是几年前的 那几年前的衣服穿到现在还不过时 我总结了几点 剑锋衣粉色的 这个我买的时候这个得有四年了 大家就是之前说我穿上非常有气质的 然后这两件衣服的话是前年买的 那么也就是说有两年了 大家也知道这一件是前年春节买的 剑锋衣也是四年前的了 我今年才刚入手的 这个是歌地家的一件风衣 和我这个红色是有差别 因为我也喜欢红色 这个是暗红 这个是橘红 去年视频当中大家也见我穿了 真的我就是也有很多人为我要链接 但是这个风衣它也是有三年的历史了 这是我风衣当中最贵的 就是我前面那几件的话 它们的价格的话 基本上我看一下 只有两件过签的其他都是几百块钱的 还有就是这一件 这个是Barbara的 这个说实话 这个穿的频率是最不高的 年早春如果你选对了这种气质款的款式 衣服也是可以传承的 三四年穿下来依然不过时 长大了也可以留给我女儿穿 粉色的风衣就是穿一个黑色的内搭 配到外面就有一种非常少女的一种感觉 虽然我有两件白色风衣 但是你们两个的材质整体都不一样 第一件的话 刚才那一件这组布料有那种软软的 比较轻薄一些 打折买了 好像就花了几百块钱了 红色的这个风衣的话 它就比我之前这个深红要提亮一下肤色了 但是它俩款式不一样 然后这个呢我有研究过 就是这个款式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扩板那种比较弹范的那种感觉 这个的话就比刚才那个要修身 穿比较干一点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衣服是前年买的 其实我在视频当中有给大家穿过 你看虽然我是小个子得到脚踝 但是整体因为它特别的修身 所以把人整个都拉长了 直脚尖越是经典的款式 它的剪裁就越简单 黑色的话就会更加直长一些 如果你遇到过这么好的款式的话 我就建议两个色都拿下 原版的腰带是找不着了 奢侈品贵有贵的整体一个道理 它的做工啊版型啊 但是我觉得跟我那几百块钱 也没啥差别啊 比如我35岁之前 对这个奢侈品的追逐比较热衷一些 喜欢买奢侈品的包包啊衣服啊鞋子啊 但是过了35岁以后 好像就突然变现实起来了 就很少买奢侈品了 就是最后一个收手的这个奢侈品的话 是一块名贵的手表 改天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块僵尸单顿的手表 对奢侈品的这个追逐的热情 就一下子就没有了 这是我今年春天买的第一件新衣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理由啊 这个衣服沙头里面穿了我那个黑色 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媒体衣 所以它看上去也不透 我们当一个小内袋 这一件裙子是真的 就是完全穿出了我的A4腰 其实我平时腰真的没有这么细 跟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 我身上还是一抓一把肉的 但这个裙子的收身真的就是非常的好 能完美的把我的妈妈臀 还有这些假裤宽给遮盖起来 个子小肩比较窄 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买这种直脚肩的 这种大垫肩 这样肩宽显得也更加的小一些 这是我春天我自己给自己选的第一套 成装和我之前的搭配都不一样 这个打底是我去年去成都的时候买的 特别的有心 看前面后面是不是都很好看 这个女巫的设计的 就不规则去买的这个西装裙 这个也是经常被大家问到的 是去年还是前年买的 我也忘记了 西装裙 你只要买颜色就是像这种非常干净 简单立体剪裁的款式 基本上你入手了都不亏 只要你身材没变化 它就可以一直穿 飞飞的小个子经典职业穿搭 分享给你了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快乐